当前,随着楼市进入全面严控时期,新房与二手房市场逐渐回归理性,但同时监管相对薄弱的租赁市场是出现波澜,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近期部分重点城市房租出现了较快上涨,尤其以北京房租的快速上涨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显示,北京级月房租这2017年,同期涨幅达到20.3%,而在板轮书房市场租金上涨过程中, 全国情况究竟如何?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国内11座重点城市主要包括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分别从重点城市的房价指数,应届毕业商平均薪资指数,与重点城市人日GDP等不同维度进行分析探究。 分析结果认为,当前热点城市房租上涨与售房价上涨刺激,新增市场供给尚未形成有效需求, 以及毕业期到来短信内拉高的租赁需求等重要因素有关。 同时从研究结果来看,推动国内重点城市房租上涨的因素大多是在实行, 具有不可持续的特点,未来,随着新增供应市场的增加,部分城市促进生涨的局面有望得到环节。 毕业期短期释放出令需求来自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显示, 7月房租涨幅最高的城市并不是北京与上海,而是成都市。 在该统计时间段,成都的房租同比涨幅高达31%,成为11层的涨幅之首。 而广州和深圳次之,分别为30.7%和30.5%,而北京21.89%的涨幅进列第六位,相对涨幅较低的温夏门,幅度为10%,平均而言, 上述11城市的房租平均涨幅,达到了22.12%,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 这表明当前社会广发关注的房租上涨问题,在各大城市中间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在选取的11个重点城市量本中,近期房租涨幅同样高达30.5%的深圳, 其同期新房均价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深圳相较于成都和广州而言,房价相对较高,目前正处于高位盘整阶段, 与深圳相对较高的房价水平相比,深圳的租金回报率却并不高。 这是当前阶段,深圳最在房价下行的同时,租金仍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 据沃恩的云房数据库统计显示,目前深圳的租金回报率仅为1.51%, 远比于部分二线和三线城市已经达到的3%-4%的水平,房租除了受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来。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半轮房价上涨一半,随着季节特殊性。 这是因为,每年秋季是应届毕业大学生离开校门秋之际,这也造成租赁市场暂时性的出现供求大幅提升的情况。 同时伴随着应届大学毕业升薪资的上涨,房租也会相应的,水涨船高。 哪些重点城市的应届毕业升薪资水平最高,渐渐推动房租根就涨下呢?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一校园招聘平台吴童语发布的,2018年全国应届毕业生薪资报告委标准,进行了分析。 在那入统计的11座城市中,北京以7114元的应届毕业生平均薪资,在所有重点城市中排在第一位。 即使从全国范围看,北京这一应届大学生的薪资标准也是最高的。 近随其后的是,上海应届生薪资平均为6662元,深圳为6230亿元。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注意到,北京、上海与深圳的应届大学生平均薪资较高, 与其城市综合发展实力紧密相关,如上数三个的人均GDP数据,也是处于整体领跑的阶段。 统计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深圳的人均GDP为18.7万元每人,北京与上海分别为12.9万元每人与12.5万元每人。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那入统计的11个重点城市中,重庆与成都的人均GDP分别为6.4万元每人和8.7万元每人,与其他九成的数据相差较大。 但上数两成的房租同比涨幅,却高达25.1%和30.7%,与此同时,两成应届大学生的平均薪水也并不高,分别为5,070元和4,958元。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重庆与成都要紧替房租价格快速上涨,给青年大学生增加的生活负担。 对于租赁刚需的应届毕业大学生而言,上涨过快低房租价格也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了一座城市人才的脊柱效应。 与此同时,当前国内重点大城市的租赁人口占比逐渐提高,在整治群租等市场规范化举措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上导致短期内市场供需失衡。 这也是当前房租上涨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据Rail Delta和贝壳研究院数据,目前全国大城市的租赁人口占比都在25%以上。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租赁人口分别,为达63万和951万,两地租赁人口占比接近4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在推进租赁市场规范化的同时,也需要多方面的考虑如何有效地增加租赁市场的供应,来满足规范化整治之后所造成的市场影响。 这既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包容性,更能够为外来人口,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温度。 新村供给尚未有效形成。 事实上,2017年以来,北京与上海等城市都供应了一批只租不售的土地,只是目前这些租赁用地上投建的项目真正投入市场的还并不多。 尚未能够转化为有效供给,以上海为例。 截至2018年7月底,上海共出让了34款租赁住房用地,将建成3.5万套。 目前上述地块能够带来的市场供应量还远未形成规模,相对于整体较大的租赁市场而言,由此量方所构成的租赁市场,则更是影响市场供给的关键。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7年北京成为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城市,这将为后期城市的房源供给提供价位有力的补充。 当然土地出让金的,高企业与土地单价的居高关系密切,但也一定程度上为后期的整个市场上的房源供应提供了支撑。 在北京之后,杭州、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的土地出让金。 分裂二刀认为,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随着后期这些新房项目的入市,这些城市的租赁市场将迎来新增攻击,缓解市场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在坚决恶制房价上涨的楼市调控目标下,不少城市的限价政策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盈利空间收窄,以些开发商持观望态度,延迟开拍时间。 这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全社会的住房攻击,并将弃传导致租赁市场。 在此情况下,现价政策使得二手房的价格相对稳定,但也延长了二手房存交所需的时间。 从长期来看,存量二手房的周转率下降,也会间接促使二手房的挂牌在收量下降。 这就有益于增加市场租赁房源的攻击。 从中国房价行情网上也可以看到,当前北京与上海两地的新增租赁房源都超过了10万套, 后期障碍稳定市场需求提供较大帮助。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庆与成都的房租涨幅较高,但同时新增租赁房源仅有3.9万套和4.2万套。 在供需相对不平衡的情况下,后期重庆与成都可能还将面临一定的租金润涨压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根据上述几个维度,进行综合研讨后认为,近期国内部分城市房租价格快速的原因各自有所差。 既,有售房价上涨预期,进行不上的城市,除成都与广州,而上海与北京等地则与毕业继到来,租赁人口迅速增加。 截此前市场供给、商位有效形成等重要因素有关,在仔细分析后发现,上述几个重要影响要素都是暂时性的。 即使核心城市房租价格受到回报率低和市场供地等因素的影响,但相信随着调控政策的深入,后续市场供给的有效增加,部分城市的租房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或将减缓。 谁在推高房租?冷静资本推动房租暴涨,宁愿相信的并不是市场,真像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中介高价抢收房源,逻辑上不太说得通。 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中介高价抢收房源,逻辑上不太说得通。 潘石一潘房租忙找,北京租金在发远发房主还是亏厂租公寓,否认推高房租自如CEO雄林回应租金问题。 涨幅愿低于市场整体涨幅,一线长租公寓深陷推高房租漩涡蛋壳公寓沈柏阳否认,在打价格战一场抛轰后,爱卧家高管理职抛轰资本推高房租。 这位老总丢掉工作后,开了厂有保镖的发布会,北京租金三年涨三成多胡敬辉,资本台价根据危机爆发店管出手,干预住院市场北京多部门联合约谈自如相遇。 暂可,不得空抬租金抢占房源住房租期内进,但方面让租金一线自如。 北京市场新增8万间房源,新增房源租金部长我爱我家,两个月内提供2万套房源,承诺还利8月不涨家专,家姐都拙监数张鹏,最终承担房地产税压力的可能只是租房的人6个钱包满房论,后凡刚说交房租不如交按切,6个钱包满房论,后凡的, 说交房租不如交按切费安的免责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